再来看到台八线中横公路117点350公里处 华林秀林乡官员路段在十日中午传出了公安意外 当地在进行边坡灾修的大吊车是收起四只的支柱 而司机下车准备整点的放行 那么突然车子下滑,后方白色轿车首当其冲 而车上的母女逃出了车外,仍然却不幸地遭到撞击 当场死亡 报案人表示施工中大吊车突然翻落 波及行进了自小客车四步 大吊车翻落,目视约30米深 其中的大型吊车,现场施工的吊车不胜下滑 造成后方四部车辆,闪避不及,遭到撞击 其中一部车辆的一对母女,因为闪避不及 然后照大型吊车撞击,滑落边坡 到她现场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 至于详细的事故发生的原因 由本分级会同相关的公安单位来调查理清中 泰鲁阁公务段表示,当时已是中午休息 吊车也已收起四肢支柱 设计下车准备吃饭,两端管制人员也开放放行车辆 吊车却不明原因向后方滑落,波及到了后方的车辆 因为在今年的6月,有一个豪雨造成上边坡的一个坍塌 这是一个灾害抢修工程,因为现场比较狭窄 路骨比较狭窄,吊车在施工已经停等了 因为我们是整点放10分钟,它是一个边坡施工 那吊车在12点已经收工准备要休息中午吃饭 那在这个放行,车辆放行的过程中 那不明原因,吊车已经6亿 那翻覆到这个下边坡去 那也非常不幸的去影响到波及到两用户人 有两位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 据了解两名死者是坐在副驾驶座的48岁零姓妇人 以及坐幼后坐的73岁成姓妇人 两人为母女都住在花莲 当时开车走综横公路由西往东要返回花莲 不幸遭遇恒祸 事故发生原因也正有警方调查 记者林杰秀林湘采访报导 现在是正常的